今天凌晨4点10分左右 长春市消防队接到市夏威夷大酒店报警 5分钟内消防人员赶到了现场 这时酒店的整座大楼里全是浓烟 酒店内87个房间的150多名中外客人被困在楼内 警察起火部位是酒店的地下洗浴中心 由于断电影给抢救带来极大困难 一个多小时后酒店内的所有住客被全部救出 其中包括7名日本客人 另外消防人员还从地下洗浴中心救出30人 包括酒店内部人员25人 外来住客5人 但另外20个人被熏死 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这是吉林台报道的 从9月份开始 国内部分地区出现了汽油茶油供应紧张的状况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 为了维护油价稳定 在加强成品油供应的同时 对于个别擅自提价的企业将减少或停止供油 中国石化总公司总经理李一中指出 成品油供应出现紧张的主要原因是 国家停止了成品油的进口 同时对成品油走私活动的有效打击 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面对需求增加的市场形势 石化集团提高了原油加工量 减少了成品油的出口 今年12月和明年1月 石化集团共增加成品油供应近130万吨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新华社消息 北京的官厅密云两大水库 自修建以来 今年第一次出现了出库水量 大于入库水量的异常情况 为了确保首都不闹水荒 北京市水利部门紧急呼吁 希望市民节约用水 好 接下来请看一处简讯 先看一处简讯 大于也行